新加坡淡馬錫的高階主管人員 因為所有在金融海嘯期間 所有的主權基金只有新加坡淡馬錫是賺錢的 其他全都是賠錢的 包括大陸高達兩千億美金的資金 他一年就能賠掉五十億美金 你說他們夠不夠厲害 夠白家了吧 這批人還在幹 但是溫家寶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不行啊 關起門來吹吹牛可以 你真正進入到國際市場 去跟人家爭道真強的硬幹的時候 多半這些大陸這些人 多半就是敗下 多半就是敗下這個 為什麼 專業服務業需要多大部分人文素養 那個不是說你背一點數據 你聊一點操作知識 你就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們基本上 大陸當初 他們是不相信那些 非常精大的養本 他們只相信亞洲人 一個是香港人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人 所以這才是我 我這裡第三年講 2009年 台灣的就業市場是 會在無形這種放大 而只是各位 在面臨到這個變局的時候 你們心理心要做好準備 你們心理心要做好準備的是 你們不要有任何的排斥 人民幣跟新台幣一樣都是錢 人民幣現在還是國際的強勢貨幣 亞元護身最高的就是人民幣不是日幣 對不對 賺人民幣有什麼不可以的 養家活活讓自己過好日子不好嗎 台灣人聰明決定 是不是 但是這個機會是落在誰手上 落在台灣人手上 全香港只有600萬人可望 他的就業市場不到200萬 專業人士更是幾十萬 他們自己用的不夠 哪來多餘的這些所謂的剩餘勞力 剩餘的高級勞力給你中國大陸用 所以基本上就在台灣身上 就在台灣同胞台灣朋友的身上 你們選 你們就用先選 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 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 在他們那裡工作 如果被認定 如果被認定你是專業人士的 你所獲得的待遇 絕對是你在台灣的兩倍到三倍以上 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我長大 因為 就2009年之前 2008年 2007年 上海 廣州 北京 這幾個市場 將近6000 超過6000萬人口的市場 它的 人均所得的待遇 跟台灣已經差不多了 台灣是一萬六千美金 上海去年是一萬五千美金 而且上海的高所得者 明顯是台北的 千萬不要懷疑這個數字 你們不知道 只是因為你們過去 很少關心這個議題 那現在 人家已經病靈參加了 你不關心都不行 你不關心他 就他來關心你 那你就要倒楣 對不對 我講到這裡 有沒有有問題 有問題呢 盡量發問沒有關係 到中國 到大陸就業 最近的路在台灣 各位 這不是我 到中國就業 到中國就業 最近的道路是在哪裡 你們千萬不要想著說 今天我沒關係 是說服了 我想去大陸試試看 一股腦 買個機票就去了 那你就好 因為大陸的就業市場 還不夠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不知跟不知 就這麼好去 一頭熱的就這麼好去 到中國就業了 什麼都沒有 大陸啊 我有個朋友說 說了一句話 不要 他跟我講 他說大陸啊 什麼都是假 只有騙子是真的嗎 懷疑嗎 別懷疑 我沒有醜化了 十年文革人革 早就扭曲了 我們是何其有幸 接受完整的教育 有著正常的家庭 一步一步這樣子成長上來 每個階段 我們都沒有留白 他們留白了 整整二十年 而且這二十年 還是經過扭曲的 你去跟他們鬥嗎 到大陸就業 最近的道路在台北 在台北找好 其實這種情況 早在幾年級 就是這個樣子 很多就業市場上 很多老闆 在偵才的時候 他都會問一句 如果派你去大陸 你去不去 對不對 我相信這是就業市場上的常態 千萬別說不去 因為你要說不去 你這個工作就沒有了 找好 找到工作 你是安全的 你放心好了 但是這個機會 會越來越多 這一點我不是我反覆的強調 不是說要給台灣人什麼信息 不是的 你們本來就很好 不要說你們比起大陸人 你們比起香港人 來都你們 我們都不輸 更何況是大陸 絕對不是我們的對手 但是 就是 就因為台灣人過於衝擊 公事公司是私 該我做什麼 我做完就好了 你們不了解大陸我 你是面臨到 爭取這個就業機會 不難 沒有問題 我們的問題是出戰 我們能不能 持續的就業下去 我們能夠幹多久 這個是我們的問題 因為當你進入了兩岸的就業市場之後 或者是被你的老闆 派到了昆山 派到了上海 派到杭州去工作的時候 你所整天面對到的是誰 大陸人 對不對 你的那個背景 不是金字招牌 你的那個背景 不是金字招牌 不三個 不是免死金牌 而且 台灣人在兩岸市場上 基本上他的待遇是偏高的 你就大陸市場的 手心水準而已 台灣人的準則是偏高的 永遠記住 你只要有利益 你在大陸 在兩岸就業市場上 你想吃一碗安穩飯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絕對回來 應該是 應該是 明搶 暗搶 反正就是會讓你不好過 會讓你忐忑不安 我有好幾個朋友就是這樣 在上海工作 年薪都是相當高的 我實話跟你講都是幾百萬台幣 但是他們跟我講說 舉目所盡 全部都是要算吉他 為什麼 已經有錢太多 對不對 你這些錢你們又想到沒有 大陸人 一般的大陸人 他一參半 五塊十塊人民幣就拿死了 他要賺這麼多的話 早就很想努力回家買頭置地了 是不是 早就發場了 但是因為他們得不到 是因為他們能力不夠 但是並不代表著他們不想要 所以 你們要仔細認清楚 認清楚你們未來可能的同事 他們是 他們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心態 什麼樣的主義 要看他們做什麼 不要聽他們說什麼 這是所有台灣人所必須要有 所必須要建立起的一種共識 對於你們來講 這上面的話 不能是 不能是一種新的知識 而是你們必須要解決 因為這會影響到你們的工作 他們會說 十年文革把他們每一個的訓練 訓練成演說假 他們比我會說